2021年,距离上一次中国女语奥运女担摘金已经过去了八年。 在大姐张宁奥运会上身批国旗的时候,陈宇飞还是个刚刚进入国家队的小姑娘。 如果说2019年的全英赛场让陈宇飞经历了蜕变,那么到了今天,陈宇飞彻底绽放。 从奥运到全英两度登顶,从苏杯再到游杯,她已经是队伍不可缺少的中坚力量。 赛场上的她开始散发大将之风,略显单薄的身体里藏着一颗大心脏,胜利的笑容越来越多地出现在陈宇飞的脸上。 2021年的同楼姑娘,像花一样。 9月开赛的苏黎曼杯是国宇在本年度第一次出征世界赛场。 决赛中击败日本,收获金杯。 为国宇奠定胜局的凡尘组合,不仅仅为世界奉献了一场精彩绝伦的比赛。 那份在赛场上的自信也感染了所有热爱与毛球的人。 转眼在游博杯决赛上,首发登场的陈清晨贾一凡经历46分钟的熬战, 又用一场胜利给国宇这场决战定下基调。 人们把凡真组合称为羽毛球宝藏姐妹, 但网络上再多的段子也不足够展现陈清晨贾一凡至真的友情和埋葬在心底的默契。 虽然奥运会没能摘金,但未免世锦赛女双冠军, 凡真组合用完美的表现给一年的征战画上句点。 彼此信任,共同成长,等待他们的还有更多奇迹。 很多人没有想到王毅律和黄东平能站上这一年奥运会混双的最高领奖台, 与队友闯入决赛为国宇锁定金牌后,剩下的是为自己而战。 纵然曾经有过迷茫,半局赛面对日本选手陷入绝境后的爆发, 让王毅律和黄东平渐入佳境。 长久积累下的默契,让黄鸭完成最终的突破。 走出奥运会的高光, 王毅律和黄东平在全运会上又挑起了各自队伍的大量, 两人在不同的赛道里为国宇贡献力量。 东京战场的突破,让两个人收获了新的感悟, 更清晰了未来的方向。 张义曼的名字,在岁末临近的西班牙闯入人们的视野当中。 这个有着一副娃娃脸的湖南女孩, 已经是酒精沙场的花季老将。 第四次踏上世锦赛的战场, 女单第三轮战胜韩国人金家安晋级后, 让球迷对她有了惊喜。 随后掀翻泰国一姐殷达农, 则是瞬间吸引了大家的目光。 虽然最终不敌山口歉, 但胸前的一枚世锦赛铜牌, 对张义曼来说, 是苦练多年的最好嘉奖。 收拾行囊再出发, 老将张楠的名字出现在西班牙世锦赛的名单上。 时隔21个月, 张楠搭档欧轩毅再次亮相国际赛场, 身上背着一大串的冠军头衔, 但张楠从未想过放下手中的球拍, 年终的冠军赛上和冯燕哲闯入决赛, 全运会挺进八强, 张楠还在积蓄力量。 虽然维尔瓦没能更进一步, 但重回国际舞台, 让张楠感到兴奋和紧张。 不忘初心, 也难怪混双名将德查波把她当作了偶像。 搭档在变, 对手在变, 张楠渴望胜利的心不变, 东京奥运会不是我的终点, 张楠兑现着自己的诺言。 走进五藏隐私林体育馆之前, 所有人都知道这是老将陈龙的最后一届奥运会。 新的奥运周期里, 经过漫长的低谷, 在与伤病较量中艰难爬升, 32岁的老将最终站在了东京奥运会的决赛场上。 这是双龙会的第二十次对决, 50分钟的比赛, 年轻力壮的丹麦人最终让江山溢住。 世界语坛迎来新王, 但安赛龙向陈龙投射致敬的目光, 腰上厚厚的胶布和脚下的血泡, 媒体的镜头让大家知道, 陈龙已经竭尽了全力。 奥运会银牌的结局不能称之为完美, 但陈龙的拼搏, 诠释的正是国语永不言败的精神力量, 也许不久老将中会告一赛场, 但陈龙的背景并不悲壮。 有人奋勇向前, 有人转身离开, 伴随着九月陕西有些湿冷的空气, 熬战13天的全运会羽毛球项目正式结束。 23岁的韩承凯, 选择在这一天对心爱的羽毛球说再见。 年少成名的他, 18岁大年搭档周一浩东, 用试青赛蓝双金牌扣开了国语一队的大门, 但随之而来的腰伤, 却成了小伙子挥之不去的梦魇。 未能躋身奥运阵容和全运的失利, 让韩承凯提前走到了职业生涯的终点。 如果说韩承凯的离开让人惋惜, 李俊慧的告别则是更让人唏嘘。 作为国语男双的头号组合, 双塔的名号是很多球迷不可割舍的记忆。 从试青赛到试解赛, 再到年终总决赛, 李俊慧和刘宇辰用冠军一次又一次地回应着球迷们的期待。 东京奥运周期, 作为国语机身男双项目的独苗, 双塔组合一路过关斩将, 但最终决赛隐恨。 之后的山西全运会, 作为奥运组合, 两人却没能登上冠军领奖台。 26岁也许是羽毛球运动员最巅峰的年纪, 但18年的戎马生涯带来的伤病, 却让李俊慧有些力不从心, 两度摘银则更让李俊慧陷入压力的深渊。 李俊慧说, 2012年开始的国家队生涯, 是推开了他人生中最精彩的那扇门。 9年后的冬天, 在微博中退役二字的背后, 隐藏着多少的遗憾和不甘。 朋友一生一起走, 那些日子不再有, 纵有再多不舍, 国语双塔时代就此谢幕。 2021年的国语, 带给人们的有惊喜, 有收获, 也有感伤。 2022年将至, 巴黎周期的哨声已经悄然吹响, 期待中国羽毛球 在新的一年里再创佳绩, 相信更多的美好将要发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